大家好,我是Stan 在2023 MBC永吉田山演唱庆祝舞台的妖家艾的米恩 发布了道歉文 12月31号,米恩透过埃及现实动态发文 MBC永吉田山的观众们还有粉丝们 在这样荣耀的场合能够进行庆祝表演 我非常荣幸 能够演唱我非常喜欢的歌曲 我感到非常高兴 但由于过于紧张 音准真的出了大问题 我回看了表演 感觉大家应该会很震惊 这是一个庆祝表演的舞台 对于失望的观众们感到抱歉 我会成为未来更加努力的米恩 SBS永吉田山的舞台也非常愉快了 感谢大家的陪伴 事情是这样的 12月30号,米恩在2023 MBC永吉田山第二部开场舞台 演唱了电视剧永吉田山的《大陛聚留情》 而在舞台结束后 就有部分网友们在论台上指责 米恩的歌唱实力 在引起正义后 米恩没有逃避 而是选择了直接道歉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一听就能感觉到 是因为紧张而呼吸急促而已 根本就没有必要受到那么多的批评 看来米恩的心理素质非常坚强 比起沮丧这样反应更好 他本来唱得很好 应该就是因为今天匆忙准备很紧张了 看声音在发抖 就知道是因为紧张而没有发挥出真正的实力 他不怪设备或其他事情 而是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也很酷 听过之后觉得 比起音准 更多是因为呼吸问题听起来不稳定 但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最近有很多像僵尸一样的人 米恩辛苦了 从出道以来 米恩就没有对嘴过 一直都是清唱 就因为一次失误就这么大惊小怪 真是太夸张了 可可 哇 这也是需要道歉的吗 看来米恩是真的没有什么好批评的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拜托不要再提状态不佳作为借口了 别的歌手每次上节目时都处于最佳状态 所以才能做出好的表演吗 歌手是唱歌的职业 唱得不好就应该收到批评 我反而是因为听到米恩战斗的声音 却在尽全力唱歌的样子 整个好感大大提升了 对于米恩的道歉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今天是2023年最后一天了 真心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做好最后的整理 迎接一个心想事成的2024年 我们明年再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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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